先說謝謝你們 邀請我們到寶學霖來這邊 和恩賢臺來分享來祝福教會 謝謝你們 我們現在很感恩 人在這邊教會 一趟順順順多多 阿姨祖的弟兄姐妹 謝謝老師 我們在這裡雖然有好幾堂 但是我們非常享受 在這裡跟他們在一起 因為都看到聖靈 也在我們的身上動工 好今天早上 我要講的題目 就是做一個聰明的童靈 好不好我們帶著恭敬的心 請大家站起來 我們來讀今天早上的經文 就是記載在 《馬太福音》25章第1節 就是在這個言語裡面都可以看到 請你們跟我一起來讀 一二集 那時天國的必食的同意 馬遮登祝祈禮祭新南 其中有五個是宇宙的 五個是聰明的 宇宙的馬遮登 卻不一杯油 聰明的拿著燈 又一杯油在祈禮 新南職業的時候 他們都打死了 漫月有人喊著說 新南來了 你們出來迎接他 那些同理就都起來收拾燈 宇宙的對聰明的說 請分點禮給我們 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 聰明的陪他說 我們阿波多得你有用的 不如你們曾經找來 跟他們去買吧 他們去買的時候 新南到了 那一杯老了的 同他親戚作息 他們就關了 其一的同理隨後也來了 說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 他卻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我不認識你們 所以你們要清醒 因為那日子 八十成 你們不知道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都敞開我們的心 我們等候你的聖明 現在在我們的當中運行 也在每一個人的身上來工作 使我們今天從你的話語 聽到知道明白你的心意 好讓我們快跑來跟隨你 我們將今天早上的機會 交在你的手中 願主在我們的當中 奉主的名祷告 大家請坐 我要請你們來看一個短短的影片 是很短的 你們要注意一下子就沒有了 在這裡我們看到有十個童林 這個就是要歡迎新郎的地方 這些童林非常的高興 在那邊要預備 就是他們的燈裡面裝了油 所以他們加了油的時候 就是要去明見新郎 他們在那邊在等待的時候 他們的燈都在發光 特別注意到這個 那個油都燒完了 燈也熄滅了 哦 新郎來了 再報告新郎來了 所有的童林 他們都要點燈去迎接新郎 但是有一些他們的燈性 他就求他你給我一點點 但是那一個不給他 後來只有五個童林去迎接新郎 這些沒有預備好的 他們就把油回來的時候 哎呀 門已經關了 叫神開門 叫主開門的時候 主說我不認識你 你看這個是多麼的可惜 這就是我們今天早上 我們所要看的一個經文 剛才我們在讀的聖經裡面 就是已經記載了 我先要跟你們講一下 在那個時候油拍的地方 他們的婚禮跟我們 有一點點的不同 在鎖定的要結婚的那個日子的前一個星期 新郎就先到新娘的家 把新娘借到她的家裡面 那就在等到那個婚宴要開始 當這個新娘借到新郎的家的時候 就有預備了十個童林 十個童林叫什麼呢 當新郎要來的時候 他們要預備好他們的燈 就是燈點燃了 有光出去迎接新郎 到新娘所在的地方 也就是新郎住的地方 到那一天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時候 新郎會忽然間出現 但是當他們聽到新郎來了 新郎來了的時候 這些童林通常是十個 他們就點了他們的燈 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新郎會來 所以他們就把燈點著 有時候要延長到三更半夜 那沒有油的燈 他們要把油添上去 在當新郎來了的時候 這些十個童林 他們就出去 用他們的燈帶著 因為是晚上漆黑 要把新郎帶到那個燈席的地方 新郎呢 他們為什麼這樣吃才來呢 就是當他們那天要結婚的時候 新郎呢就是每一條街去 有很多家家夫婦 他的朋友都出來恭喜他 所以有時候呢 半夜以前 有時候有的新郎呢 半夜過後才來 所以當聽到新郎來了 新郎來了的時候 這些童林趕快點著他們的燈 來引路 因為已經很夜了 把新郎帶到他自己的家 然後門就關起來 那個婚宴呢 就這樣開始 剛才你們有看到這個圖片 當喊新郎來了 新郎來的時候 有五個餘措的童林 他們以為說 新郎或許會比較長大 所以他們沒有預備足夠的油 等到新郎要來的時候 發現他們那盞燈 那個火已經熄滅了 他跟其他的五個聰明的童林 討一點油 他們說這個我不可以分給你的 但是我要解釋 為什麼不能夠分給他們的 就叫他們出去買油 剛剛出去新郎就到了 他們就滅了那個最關鍵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今天我們每一個人做信徒 我們都要學習的 我先來說 這個燈是代表什麼呢 這個燈就是代表我們的生命 神拯救了我們 神拯救了我們 就是藉著聖靈 把我們的生命點燃了 我們的生命是會發光的 弟兄姐妹 當你們從教會出去的時候 你是做一個光嗎 還是別人看到你 你的同學看到你 你跟我們一樣 我們玩電腦玩到深夜 你也是 你不是一個成為一個光 假如在跟同學在一起的時候 你玩了一個小時 對不起 我要回家去讀書 你就在那個環境裡面 你就是一個光 假如你是在職場裡面 你在做工的時候 你需要成為一個光 因為你已經有了聖靈 神把新的生命示給你 想看看 你問自己看 我有沒有在職場裡面 成為一個光 你是不是每天去上班的時候 遲到早退 我也知道你們當中的哪一個人嗎 希望沒有 希望沒有 或者你一直在做生意 你一直在做欺騙的 假貨當著真貨來賣 你是不是在發光呢 神把那個生命赐給我們 拯救了我們的生命 將新的生命放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需要聖靈 聖靈呢就是代表油 就是我們看到的 這盞燈裡面有那個油 但是因為我們等了太久 好像我信主了這麼多年 我等主的再來很久了 我灰心嗎 沒有灰心 因為神的話是永不改變的 他說他要回來迎接我們 那個時候呢 他要跟我們一起 付那個婚姻的延期 這個就是我們基督徒最大的希望 我要問幾兄姐妹 你們是不是已經等到疲倦了 你開始信主的時候 每個星期我去聚會 今天我不想去今早下雨 睡的時候真舒服 今天我有生意要跟顧客來談生意 我也不來 一個星期不來 第二個星期又有第二個星期的理由 慢慢慢慢我們就冷淡了 就好像這個燈裡面的火 慢慢就在熄滅了 還有一點 當我們在等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警醒呢 你看這五個遇錯的同女 他們就是等到 等了好久也愛睡了 雖然知道他們的燈快要滅了的時候 他們也懶得出去外面去買油 他跟五個聰明的說 把你的油來給我 很對不起 我們的油是不能夠分享的 不是因為我們只是 神能把這座聖明給了我們 我們那種的新的生命 不能夠用別人的生命來代替 當主耶穆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遇到好 你去把文 你說 主啊 主啊 我都有相信你喔 我是跟父母來有恩典堂 李牧師都會有很多年啊 請你開門給我 主耶穆說很對不起 當主耶穆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預備好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能夠把別人的生命來代替我們的生命 我們每一個人要對我們的生命要負責任 因為神把新生命給了我們 也將聖明給給了我們 反而我們屬於生命所需要的每一件事 我們跟主求的時候 祂就給了我們 那一天打門的時候 主耶穆不開門的時候 你不可以說你去找李牧師 祂帶我信主的我在祂的教堂裡面 很請你啊 牧師的介紹 牧師的生命 那個時候不能夠代表你的生命 那個時候 你的生命竟是要向神來算账 所以親愛的朋友 今天我們來講這個聰明的同理 他們有沒有燈 有了燈 主拯救他們又一個生命 他們有沒有油 有 他們預備好油 通常呢 這些同理 他們在燈裡面有油 他們另外再預備多一瓶的油 免得主耶穌來的時候 新郎來的時候 比較直 那個燈裡面的油就熄滅了 為什麼我們擔心這個燈熄滅了呢 因為外面是一片的漆黑 我們需要用我們的光 引導別人來走在主耶穌的生命的道路裡面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預備好油 天天我們要跟主來發光 聖經剛才裡面說 我們要警醒 不是說隧道連那個油已經沒有 如果有油 不是說隧道